中国全面松绑防疫后 疫情还效事大爆发 不止医院急满患者 各地殡仪馆业务爆量 惊人画面一一曝光 显示染疫人数急速上升 就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刻 中国官员语出惊人 公开发文大谈死亡率 说就算死几百万人又怎么样 再多死500万人也没什么 死亡率没有成倍提高 为什么不能接受 这样的说法遭到中国网友群起踏伐 不过中国公开的疫情数据 遭到国际社会质疑 实际状况恐怕更加严重 中国重症医师跟直言 在中共20条推出后 他推测中国感染人数上升 可能只花三个月 就走完其他国家三年的路 现在竟然只花了20天 中国疫情资讯不透明 更加深民众恐慌 但中国官方专家却这样说 表示目前没有必要 具体追究每个病例的死因 显示对于死亡病例的统计 中共当局并不打算 改变做法 同样受到关注 还有长者燃疫死亡人数暴增 中国官方却没有公开数据 连记者追问医师 都得到这样的答案 表示燃疫状况 大家心里有数 让中国网友气得大骂 这么多死亡病例 就只是感觉吗 能不能正视问题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近日更召开防疫表彰大会 大赞防疫精准 引起中国网友痛批 在白骨堆上跳舞 14号中国公布近一个月 死亡病例将近6万例 遭到世界卫生组织市警 建议监测超额死亡率 才能全面掌握疫情影响 但在8号中国全面解封后 种种迹象都显示 燃疫死亡人数暴增 有专家警告 这回恐怕冲道覆辙 让中国面临65年前 大跃进以来最大规模死亡潮 介绍旅游起整理报道